《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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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小孩子就個子很高 床都睡不下了 他說我們去看一下 所以也就是去了那一年學了順羊 他們那時候是200多個小孩子 後來變成了40個 後來20個 最後淘汰就剩5個 因為我們兩個自己也是搞運動的 然後覺得搞運動就特別辛苦 一年365天 364天是訓練的 開始啟蒙練的時候 我們中間是打了很多的退堂鼓 我們想放棄的 但是也是由於啟蒙教練的 再三的這個工作 跟我們這個交流 最後我們一路這樣堅持下來了 但最後隨著他這個 運動成績的這個提高 就不是我們家長所能夠 左右的了 有的時候他們的領導員說 就是說現在 小孩子你們的人是國家的 因為他現在所肩負的這個責任和重擔 就不是說我們想叫他練 叫他練 不叫他練就不練 現在就是國家也是需要他的時候 那他就是在乎在內 那我們作為家長也應該支持他 2008年12月份的時候 孫陽因為感冒 後來就查出來說是新紀念 當時說後來因為是要比賽 就是說如果那一次他如果孫陽不去比賽 可能就是全英會第二年09年就不能參加了 當時的時候要他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就覺得 因為這個新紀念對人是很致命的嘛 其實他12年之前的時候 包括他12年拿冠軍的時候 其實我很開心 但我沒有流淚 但是從13年以後特別是4年 1月份的時候不是做了一個腳趾手術嗎 手術以後有50幾天不能下水 兩個腳趾給封了16層 說實話真的從年還是15年的就是6月份的時候 去澳洲選舉試行賽之前嘛 那一天他們是游10個800米 但當游到第8個的時候 我看他有點游不動了 然後突然一下就說在水裡面 哇他叫起來了 其實我心裡面當時一直 我說是不是心臟吃不消了 我說再看看他他停下來了 停下來以後 我說你必須要游下來 然後他當時就是10米 就是這個沒有過去 轉身他又回游下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特別是就是四景賽 所以說四景賽我記得400米 他多怪的時候我真的哭了 他自己心裡也很堅強 你包括這一次骨折以後 那我想這下完了 對不對 你說這四年準備馬上要奧運會了 是不是 第11天正好大年初二我們下水的嘛 他在水裡的時候 他實在游不動的時候 好像我是讓他堅持什麼東西 然後他當時在水磁邊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 他說你到底是不是我媽媽 他說 有你這種媽媽的他說 就真的是這樣說的 這樣 外界認為我感覺對手一樣 可能好像就很醜的 其實我對他非常嚴格 你每天我說你這樣 你不管是訓練 生活方方面每個 每個細節都要做好 你只有你每個細節做好了 在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是能坦然面對 你不知道可能人家 到國外訓練肯定條件蠻好 實際上訓練的條件 生活比在國內要差 所以經費又很緊張 所以他們無論從生活啊 居住啊 應該說都是蠻健康的 訓練嘛 你說也就是都是露天的 像夏天 這種人 當地也就是三十六度啊 是練體能的那個 就是那個地方沒有的 很簡陋的 然後要開車 十五分鐘到那邊去練體能 而去練體能的時候 就跟外面公共場所 就大家在一起 就是人家見識人士在一起的 大家隨時都可以來練 現在就是每天治療 他全身都是傷病 你治療都花好幾個小時時間 他爸爸說 就是說現在我們在跟時間帥跑 就每一天我們都在跟時間帥跑 他們在國外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 星期六上午是練兩堂課的 早晨五點十五分出發 已經回到房間已經一點鐘 就兩堂課練完 那麼下午等於說就休息 那禮拜天本來是休息了是吧 他腳沒有骨子的話 他們會出去玩一下 但是不管玩到幾點鐘回來 他這個禮拜天肯定要下水去放鬆一下 他是為禮拜一做準備 如果他不去做以後 他覺得禮拜一早晨 調動起來就比較難 所以如果在國外 哪怕就是很小的游泳池 他都會去活動一下 他們教練也說 你看也跟其他隊員說 你看這就是優秀運動員 給這邊 害怕 開始 妳掌護手